从空间展示到鞋款设计 这家知名的西班牙品牌鞋 深深抓住台湾消费者的心 15年前 喜事国际取得该品牌独家代理后 创造每年超过2亿台币的量力成绩 如今代理的国际精品多达40家 成为台湾最大的精品代理通路商 集团执行长冯雅敏 更被称为时尚教母 究竟他如何精准掌握台湾消费者的口味 又如何让世界一流品牌主动找上门 世界上这个等级的品牌其实很多 你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或者去观察 说这个品牌它的经营是好的 我想就是15年前 我们跟他开始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了管理的方式 因为他们等于把我们像当分公司一样的在合作 然后中间如果我们有瑕疵的部分 我们每一季我们可以做了报告以后 就是给对方 那在这个东西呢 这一部分还是我们公司自己发起来做的 是因为我希望我们的任何一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的瑕疵鞋退回总公司的时候 会让总公司信任我们说这双鞋是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为什么会要去退还这双鞋 然后呢我们都有拍照 然后到最后呢让他们来决定说怎么样销毁鞋子呢 或者是呢他们退回西班牙 当你自己做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一个代理商的时候 那我想国际上他们对你的评价是会很好的 同时呢我们也因此而就是被他们再继续推荐去 他们认为不错的品牌 其实他的附加价值不只是做贸易而已 他很大很重要的附加价值啊 他等于替台湾的这一群 所谓这种课程这样的消费群众 去到国外去选择他们喜欢的东西 你怎么样从那么多的品项里面选择台湾的 那台湾的这些消费者的需求也在改变 而且也有多样化的趋势 你怎么样去整合啊这两端 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来到我们的店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请他填上一张消费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消费资料里面去理解 这个消费者他买我们的商品 在每一季里面他会买些什么商品 那比如说我们看fashion show 为什么会看fashion show呢 就是很多人以为就是看fashion show 是一个好像看热闹 去到看好多人都穿得很漂亮这样子 事实上在我们的压力上是蛮大的 一个设计师他设计东西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在表达 我今天在表演什么东西 那你要知道说那个东西你在采购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理解他 然后如果他的他的story是这样讲的话 可是到了showroom以后 我们在开始采购的时候 我们要抓出他会呈现出来的最重要的key look 你有卖场你有零售点 你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个性 那每一个卖场或者每一个零售点 也都有同仁对吧 所以你有关于那个设计 你是重视些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做代理商 做到让国外觉得我们的店 做得这么好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对在地的人的一个生活形态行为 我们很理解 所以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设计 我们会比较适合我们在地的人 去逛街的方向 亚洲多半都是聚集在百货 那在欧洲多半是小店 所以这种设计 店的这种整个的呈现方式 你不能够上原汁原味从欧洲搬过来 你一定要经由我们在地的一些生活习性 跟消费习性里面去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